刘兰 作为国内主要生产乒乓乓周边产品的厂商 今天有幸第一次体验了一下 它家的底板 天旋 这是一款常规的外置5加2结构的底板 扣头面材 阿优斯立材 铜目大仙 搭配的是国产超边凯夫拉纤维 这款纤维对我来说 接触的比较少 从外观上来看比较粗壮 有点类似蓝房碳 但是蓝色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 底板正手搭配 你要乘乘40度 反手斯立卡DNA Pro H 先来说说底板的售价 因为貌似还没有上市 据厂家工作人员透露 价格应该在320元左右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在这个价位到底能不能打 出上手 其实并不像很多中低端底板那样 又软又通透 相反在中小力量下对攻的时候 底板的表现还是非常扎实的 这点可以说有一点小惊喜 其实在收到底板的时候 我向厂家工作人员咨询 这个底板的特点 他们说可以参考凡振东SALC 通过我这几次的体验 感觉确实有一点点 凡振东SALC的特点 它的借力感觉很好 底板也很扎实 不过整体是比凡SA要略转的 正手拉球 底板的吞吐感比凡振东SALC要强 发力门槛也会更低 旋转和稳定性的表现更好 不过在速度 支撑和底劲方面 距离蝴蝶的SALC系列 还是有差距 单板质量和杀伤力 只能算够用 不够突出 不过要是放在这个价位里面 我觉得还是非常能打的 反手的手感不错 很通透 弹性比一般的外置ALC要快 而且稳定性依然表现很好 反手快撕 反手拉 都比较容易出质量 整体弧线保护不错 发力以后 底板也能够支撑住 落点大多都接近对方的底线 我觉得反手的整体表现 要比正手更好 正反手下旋拉球 如果和蝴蝶ALC相比 确实弧线就低就平 拉高调的时候 稳定性尚可 在发力冲下旋的时候 虽然比反SA的稳定性略好 不过也属于那种 不太好控制的类型 也就是说 比赛遇到下旋球的时候 如果机会不是很好 发力甩那么一板 命中率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底板的手柄 属于比较偏圆偏粗的类型 板面尺寸和蝴蝶的横板一样 正反手摆速比较顺畅 手指手腕的负担不大 底板的底劲算是一大亮点 当天和蝴蝶T马弗雷塔斯相比 底劲略占上风 而且比较省力 很容易出质量 弧线的控制不如弗雷塔斯 但是比凡SA明显更加稳定 再来说说防守 总的来说就是稳定性较好 但给对方的压力不够 尤其是反手顶大板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和套交有关系 反正防学的球 虽然比较好控制 但是弧线是有些偏短的 这款地板在本周的训练课上 我也找了几个校队的男队员 进行体验 他们认为天旋 在300元左右价位里 综合性能表现还是可学员可点的 盲才的价格 平均都在五六百元左右 放在同价位竞品里 它的优势是在手感通透的基础上 做的比较扎实 底劲表现不错 甚至以我的感受来看 单板质量 不压于蝴蝶西马外置ALC的表现 不错实处 主要是下旋发力拉球的时候 稳定性略差 反手顶大板的弧线略短 好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